哈囉大家好我是達爾 今天這期影片要來聊聊 1.52版本的維護公告 首先我們就可以看到出了這個新英雄 莫塔斯 他是惡魔的一個輔助 但是卻是敏捷型英雄 還蠻特殊的 那我們最後也會拍一些他實戰試煉之地的畫面跟做一點點講解 再來就是出了魔女雷神的羈絆 這個羈絆給的主要屬性 就是暴擊率 有練他們的玩家可以得到一點小增幅 再來是下一賽季的團隊遠征又要開始了 那這一次是銜接上一次那個Overlord版本的 團隊遠征 然後是新奇境 新的主神試煉 這一次的開放條件只要到30隻30就好 不需要打完30張 然後獎勵的輔助神器 這叫勇巢徽 他的效果是在戰鬥每經過15秒的時候 就會給一個40%最大生命值的護盾 持續5秒鐘 如果在這5秒鐘內 護盾沒有被破壞掉的話 最多可以回復120點的能量 使用上面可能給一些需要坦 或者怕死的輔助會好一點吧 像是雙子 羅腕 蝴蝶 艾滋可能都可以用 不過可能還是沒有原先的這個號角好用啊 假如說是急著需要能量的角色 好回來這邊 新的迷宮 新的月卡 下條主線難度 這邊都不太重要 我們看到最後面 這邊 新改動了片魔的大部分招式專武家具 我們就直接看到這個改動吧 首先 我要直接說了 已經把這隻角色 練到309的玩家們 你們絕對不會後悔練這隻角色了 就算 後面的實戰效果再差 我覺得他也已經能夠穩定在夢境裡面就業了 我直接把最重點的地方給你們看 就是他的加劇改動 這個改動效果是什麼 原本是敵人 施放兩次必殺技 或者敵人施放7次必殺技之後才會觸發效果 那現在是 陸克雷迪亞自己施放必殺技 這個差別很大喔 我們看到他的加9加劇 右邊的那個 第二次的效果 假如說陸克雷迪亞釋放兩次必殺技之後 他的招式 可以讓敵人不能釋放必殺技 有沒有想到 哪個讓敵人不能釋放必殺技的角色 我認為陸克雷迪亞的傷害會是愛茲的好幾倍喔 所以說假如把他加9加劇的玩家 夢境裡面找到一個可以取代愛茲的東西囉 好那我們回過頭來看陸克雷迪亞的其他招式改動 上面那個毀滅之眼的改動 就是給陸克雷迪亞多了20%的減傷 下面的絕入之斬 同樣也是在 給陸克雷迪亞20%的減傷 基本上這個 技能改動就是在提升陸克雷迪亞的生存能力 這個有變強是一定的 但就看有沒有強到能夠讓他 在推圖上面有更穩定的發揮 來最後是專武的改動 首先是能量回復的效果 以前是每個有軍死亡的時候 祝克雷迪亞就會獲得200點能量 那現在改成 只有在首次有軍死亡的時候 才可以獲得150點能量 但持續5秒 相當於現在只要死一個就給你750點能量 那以前是死5個才會給你1000能量 而且死的時間還是比較久 所以我覺得是有改強啊 專武20的效果 改成每個有軍死亡的時候 會給你8點極速 持續20秒 這個屬性是比較好的 最後是專30 專30以前是有50%攻擊力 現在 減少到35% 但持續時間提升了8秒 就是有20秒 我覺得新版的極速屬性 配合這個攻擊力提升 效果還是比較強一點點的啦 稍微總結一下這個 怨魔的改動 我自己是覺得有改強不少 尤其是他現在 基本上在夢境裡面是一定可以就業的吧 像是 女妖 年獸 需要愛滋的就直接換成這個怨魔就好啦 推圖方面 我不好說 因為我也從來沒有拿過他推圖 就暫時只保有意見了 好 進到我們今天的主角 莫塔斯 長得有一點點 Disney那個邪惡皇后的感覺 而且他可能還順手搶走了 Dr.Strange的那個披風 我們看到他的大招 將自己的全能 這是魔女嗎 賦予攻擊力最高的一名友軍直到戰鬥結束 該友軍提升40%攻擊力還有40點攻擊速度 而且還會獲得他的被動 貪欲之刃的效果 我們先不管他的被動效果 單看他的第一招 如果他是輔助蜥蜴的話 你們覺得可不可以取代 像是帕帕熊 或者女僕之類的角色 我自己感覺好像 好像 加的還蠻多的 好吧 留待以後測試 我們先看到他的第2招 貪欲之刃 這個就是剛剛大招會給的被動效果 被動的 自己的普通攻擊 會偷取一名敵人4%當前的生命值 與10%當前護盾值 每個敵人每1.5秒 至多觸發一次 偷取的生命值 至多不超過210%攻擊力 也可以偷到能量 所以開了大招之後 等於場上 會有兩個敵人受到這個效果 這樣看來這隻角色要搭配一些戰士系的角色 第三招 先寫蒙約 消耗自己當前10%生命值 治療一名最殊弱的 非召喚武友軍 治療量為本次生命值消耗的 4倍 第4招 欺詐7約 失禮器回復量最高的一名敵人 立即回復15%最大生命 在之後的15秒內 該敵人收到一切恢復效果轉移給自己 然後點高可以到10% 然後持續時間可以提升到25秒 這兩招就是他補血的技能 我們接著看到他的專武效果 普通攻擊爆擊的時候 會額外攻擊一名敵人 而且 被動貪欲之刃的效果 變成小範圍的傷害 這個很強耶 他等於打兩個敵人 然後兩個敵人都受到範圍傷害 所以可能會擴擊到5名敵人 這5個敵人都會被偷取能量 還會偷血量給這個角色 聽起來很強 我們等一下實戰再看看 然後再來最後是加劇效果 收取全能的友軍死亡之後 莫塔斯會回收 那個友軍獲得的攻擊力 還有攻擊速度加成 並以該友軍為中心 造成250%攻擊力的範圍傷害 你們覺得這個效果打夢境那個 慌火騎士會不會有奇效 我們先去他的試驗之地 挑戰看看 他開場就會給敵人回血 這個敵人後面的生命回復效果都會給他 然後他開了大招 讓這個友軍 提升攻擊速度還有攻擊力 莫塔斯的被動效果應該會讓他 普通攻擊的時候 就獲得50點能量 現在的友軍都有提升攻擊速度 還有攻擊力的buff了 其實他本身傷害還蠻低的 他打這麼久才殺兩個人 然後現在能量調滿了 因為場上都已經有這個buff 他就不會再開大招了 好我們接著換試煉守衛試試看 現在的試煉守衛有9加劇 這是不是沒有加30的意思啊 算了還是試試看吧 真的沒有加30 因為亞瑟後面那個領域沒有開出來 然後這個對面有點強得太過分了吧 我先去試一套能打過的陣容 好我試了一段 蠻久的時間 我真的完全打不過這一關 我有嘗試把莫塔斯放在不同位置 包括前排後排各個位置 基本上他都沒有開出過大絕 當然這部詮釋他的錯 就是隊友有點爛 然後對面全部都太強 很會切後排 而且你看 對面全部都有專30 我的角色9加劇 沒有專5 為什麼會這樣 好吧官方想讓玩家 體驗莫塔斯的時候 有一個比較不好的體驗吧 反正這一關我是真的打不過 我稍微總結一下 莫塔斯可能會有的缺點 他的缺點可能就是他非常不夠彈 假如說對面有像這個陣容一樣 全部都切後排 莫塔斯可能很快就會死掉了 再來就是有時候他的作用 沒有到那麼明顯 他會補血但是我真的看不出他的哪樣 到底有多少 傷害量在這個測試也很明顯的補充嘛 再來就是他偷能量的效果 我覺得也沒有到很明顯 最後因為我完全沒有開出過大招 所以也不知道他跟其他隊友的大招配合連動 可以有怎麼樣的好效果 總之官方把這個實驗之力改的我現在完全打不過 所以 我現在給出的杰倫其實也不一定就是正確的 因為對面真的是 比我差距有點大 如果像前面那樣靠雲的話 我對這隻的角色觀感還不錯 但在這些實戰的話就 比較 沒有辦法看出什麼東西啦 好吧那今天1.5位版本介紹就介紹到這邊 希望大家喜歡 我是達人我們下期再見囉 掰掰